好冰啊 好冷淡啊 我很喜歡加一些酸的食物 變成垃圾味 感覺剛才挺恐怖的 你一插進去就很開心 吃到一些不吃的食物 哇 一定爆食物實驗室 我是試味完湯 大家看到今天只有我一個在 待會我的髮型和衣服都會不同 因為這個開放是寶拍的 因為我們當日的菜式是非常震撼 震撼到我們不記得拍這個開放 所以今天就先拍這個開放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澳門菜 我們的創意廚師要用他們的特色 將澳門味道化成我們的菜式 而今天在我們身邊的 就有兩位創意廚師 包括有廚蓉和權志龍 他們兩位都會創作澳門菜給大家 OK 在這個時候就先問他們 你們煮的食物是不是很難吃呢 那你們其實是不是也非常醜 那我們開始了 兩位準備好了嗎 OK 我們開始我們一定爆食物實驗室 今天的澳門菜 GO 好了 動吧 Hello 我是廚蓉 這次這個題目都挺孝氣的 我想說 我這道菜就叫做全民核酸 用到的材料呢 首先有核酸的核桃 核酸的檸檬 還有一個挺特別的食材叫做酸梓 然後還有我們最重頭戲的主角 這個是豬肺 我沒想過是這麼大的 我覺得我用這樣一蓋子就夠了 剩下的蓋子就用來煲湯 我拿回去 我那三個太多人教怎麼洗呢 Oh my God 第二步就是切開它 好 啤水 它浮了 想不到 一扔下去浮了 第二樣要處理比較麻煩的 就是這個酸梓 它的做法就是將這個東西用熱水浸 用它浸出來的汁 然後拿到它的汁出來 割掉它 首先這個汁就倒進鑊裡 然後我將它僅餘的那些再炸出來 是不是呢 對 這個將會是我一會兒煮豬肺的重要材料 好 我要有自信一點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將這個豬肺放進去煮 不少得我們全民核酸的核桃 就是這樣 我作為一個專業的廚師 我還是會試味 究竟這個汁究竟是什麼味的呢 它其實像 酸梅湯 是呀 酸梅湯 是呀 它就是 很辣酸的酸梅湯 但是它那個酸它又不是 好像不可以全部加 它現在就收汁收到差不多 那我就去撕起它 切一點點試試試吧 嘿嘿嘿嘿 這個混蛋 哈哈哈哈 我聞起來有點腥 你很開心 咬不爛的 不是呀 我不想咬 我的腥啊 我給你眼皮眼上不打 嘩 好好吃 嘩 好難吃 我裝上了兩塊給你 我給你 嘩 真的好難吃 是垃圾站回來的 真的是垃圾站回來的 它是比我上一次那個金沙種垃圾 是垃圾味 真的 感覺一定很好吃 我覺得太正常了 你那些金沙種垃圾 我去拜祟的人 咬得難吃得到 吞得很好吃 咬到的 是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沒煮也很好吃 它也還有核酸的 我好像每一次都有 有檸檬的東西出現 我發現我很喜歡用檸檬 噔噔 我的全文核酸就完成啦 我們一起做全文核酸 真的嗎? 屬於我們澳門人的澳門菜要誕生了 我們有請廚蓉帶給我們第一道澳門菜 這是什麼廚蓉小姐? 為你介紹全民核酸 我覺得我才聽完名字 我是覺得有創意 就是澳門菜 好澳門啊這件事 我想問名字有沒有食字? 就是全民核酸的酸是吃什麼酸? 是啦 就是我會說的 你真的很喜歡加酸麵進去變成垃圾味 你先解釋一下 大家做全民核酸就是為了想用一個健康的肺 這個就是豬肺 是以形保形的豬肺 不是啦!你要相信我 你相信我我是有試味 我有試吃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我不行 我有試吃 那是不是垃圾呢? 不是呀 是垃圾站回來 看你煮成怎樣 如果吃下去又是加酸也有垃圾味 那全民核酸就是你認為是垃圾 那這兩棵東西就是用來撩鼻子 還是用來做筷子? 用做筷子 你說得對 我就是用來做筷子的 但就先扯慢 我有一個伺服器 這個也是豬肺 但這個就是它的1.0版 這個是比較差的 你想先虎後甜再先虎後虎? 誰是虎?有甜嗎? 這個是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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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會是好吃 OK不要緊 你浸袖請先品嘗我們的全民核酸 我做全民核酸是做鼻 我做鼻子做得多 我的回憶都翻了 我先試一下洋蔥 洋蔥一定很正常 先試一下洋蔥 洋蔥應該都是酸的 洋蔥應該都酸的 對 洋蔥酸的 洋蔥 好噁 洋蔥可能比肺肉 洋蔥吸味 喂呀 這麼快 它又酸又辣 還有疑似豬肺的味道 我真的害怕 這個節目開始 哇 這球世界有個隧道 大洞洞 神經病 你有機會拿一頂爆 我們一頂爆 不一定是好吃的 等一下 做個儀式 我的胃部 又要為我們的實驗室獻上了 胃部要為我們的實驗室獻上了 經我們澳門人的全民核酸 I love全民核酸 你用這種東西 很嗅 很響 我不想吞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我剛剛吃了一塊 它的質感呢 它加上還沒吃過豬肺的概念 不是的衝敬 他們是好拍的 我覺得廢物的功能就是過了 好氣的,那些菓子我會吃 你還不知道那些菓子我會吃 真的嗎? 他又吃不到什麼味道 只是酸辣 你看我咬了這麼多口,都是一口過的 你都沒有用心去咬它 用心咬它 用剪刀剪開一粒粒 我真的咬不開啊 但阿蓉的味道很好吃 他什麼都說好吃 他不繼續想回來,什麼都好吃 不可以不熟 這感覺又不像吃肉 又不像吃鴨熊的熊 你形容回給他聽 之前那個手感像什麼? 呃,像假胸 你吃過假胸嗎? 不是啊,它生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然後拿下去 就好像拿著那些食膠 那些食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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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它切完之後 它切了一陣子就像切慕士 是 然後它煮了一陣子 然後它煮了一陣子 它就像海綿一樣 我可以再給一個很中肯的留言 你等一下 你不要看,你吃吧 不知道 咬也沒有咬 怎麼搞錯啊 味道是酸來的 是啊 為什麼這麼酸呢? 你也不咬 我們不要挑戰這個節目的下下 你尊重它 我給了很大的尊重 我吃了直膠 我吃了膚 我吃了膚 我吃了假胸 我吃了浮的海綿 我什麼都吃了在肚子裡 我已經吃了 有些東西 你吃了在口腔裡 有些東西吃不到 這個就是一個酸辣直膠池 這是一個充滿著假胸的地方 游泳 然後那些湯是酸辣湯 這個就是剛才你的垃圾 我覺得兩件事分別不大 謝謝你澳門人的傳聞 你一塊都沒有 真的吞下肚子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權志龍 今集就想不到其他名字 所以就打算沿用第一集的名字 那呢 今天一講到澳門賽 我就想起 到底澳門 我最常經歷到的是什麼事呢 就是停車 又或者是失車 我們作為一個澳門的開車人士 經常都感受到澳門的交通 其實是挺完美的 今集呢 我打算做一個木康布甸 但是那個構思呢 就是連結去炸車 大家看看怎樣去連結去炸車 首先介紹今天的食材 事不宜時馬上打這個忌廉 先跟大家說回 我煮東西呢 就不算這個容量 所以今次打這個忌廉 都是隨心 打到什麼味就什麼味 我都不知道倒多少 差不多 夠用就可以了 加少許奶油 會中和整體 應該會比較好吃 今集主要想的味道就是 鹹甜 那你就非常想繼續吃下去 接著就加個煉奶 增加它這個奶香味 現在打 試試打不打得起 有一點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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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這個狀態 就應該按一下 我們先試試味 先試試味 試試打不打得起味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然後這個奶油 應該可以放進冰箱裡 好 接著就把這個Oreo 和我夾身分開 這個Oreo 將會是我們那個 馬路 那個 臘青路 好了 準備完這個Oreo餅之後 你就要把你這麼多年 色淚出來的怨恨 發洩出來 為什麼失貼 大概就是這樣 接著呢 又到杏仁餅了 哇 一打碎 這個 好像好吃 這個 杏仁餅碎 這兩個 就會是我們的 木康 布丁的木康 最後就是 重頭戲 這個牛肉乾 我們已經 事先切碎了 這個就是 蟹鉗 好 差不多了 蟹鉗 就準備好了 好 開始組裝我們的 總有一個在做 我的構思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 底部呢 就是我們最後得到的東西 就是牛肉乾和蟹鉗 倒進去 剛剛好 還有這個蟹鉗肉 哇 看到都想吃 選一些小塊 把蟹鉗 多放兩塊 鎖 什麼 掘到的就是什麼 鎖你車的蟹鉗 還有兩塊 鎖車 一下子 上去 好 我要去整路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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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鎖 鎖你鎖你鎖你鎖 鎖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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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竟然 完美復活了澳門的馬路出來 可以給你限時拍車的 是 拍這裡 我們的 總有一個在左近 完成 我們完美地實現了澳門的道路實景 真是正 那個黃虛是神來之筆 我們現在展示 哇 好了 我們做完核酸了 現在看看今天拳志龍帶來什麼澳門菜 有請拳志龍 你好 這個是 你準備的 總有一個在左近 這個很漂亮 這個 這個基本上你如果出現在一些餐廳 那些人不會想叫來吃 是打卡的 這個是 絕對是 這個很有誠意 這個有一個 你有沒有Tommy車仔 這個是小波的同款車仔 可以吃的 除了兩個車子之外 某部份 某部份 那 講一下你的創作原因 這個賣相非常重要 第一次你有 是不是你的東西都賣相 我一向都賣相OK 你賣相OK 味道和我 一向都是 就是這樣的 就是為什麼 還有一個在左近 就是講國路 我覺得 想不到這次澳門賽 我們兩位的選手 他們作出來的一些名字 尤其我都是澳門人 一聽就已經 五百觀之名中 濕透了 大家很貼題 非常之貼題 剛剛傳聞核酸 大家都不想再見 這個看上去是不錯的 這個是檸檬皮 這個是Oreo的夾心 你滑底一點 澳門掘老麻 偏地黃金 你掘完 進去就知道澳門的底是有什麼 地陷 難道有寶藏 有杏仁餅嗎 欸 百感膠雜 牛肉乾 就是你每天都拿到我的牛肉乾 你再滑一點 再滑一點 有其他東西在裡面 但是 最精華的 我還沒拿到最精華嗎 牛肉乾不是最精華嗎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但這個質感是和你的車一樣 你滑下去就知道什麼事 有沒有滑到 有啊 有那塊東西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你咬下去就知道了 小心咬 嗯 蟹蟹 是 你在哪裡找蟹蟹啊 你沒有蟹 你找得蟹蟹 不是啊 我們買炸的蟹蟹 要炸那裡 有的 裡面的 有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說你沒有滑到那個精髓 有多個甜 哇 很多蟹蟹 其實那個感覺剛才挺恐怖的 吃蛋糕 你一插下去 很開心 要不然會吃到 手指 吃到 這個 這是什麼 蟹肉 就是 就是它插出來的蟹肉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是一個 不怕鹹的甜的 混在一起的人 是 那 所以我覺得 你也有這麼多集 總算做蟹蟹 是嗎 這個總有一個在左近 是啊 還有一個在左近 你吃下去 如果是木康布甸 就很普通 但是它是 像杏仁味的木康布甸 你不會覺得像 吃了一個杏仁餅 你以為是 加了杏仁粉 下去的木康布甸 就是這樣 蟹肉 很奇怪 其實你不買蟹肉 你直接放一個鉗 裝飾就可以了 但是牛肉乾 我吃了一口 其實牛肉乾 加進去 不算壞 竟然 什麼叫竟然 不是 我相信我的作品 但是我猜不到你喜歡 因為蟹肉沒有什麼味 還有有一點雪味 所以蟹肉就不用加進去 蟹肉也沒什麼意思 但是牛肉乾 但是很甜 鹹回你一下 是OK的 OK的 所以我這個鹹甜的方法是對的 OK的 OK的 這個 有意思 不錯不錯 吃完兩位創意廚師做的澳門菜之後 我也是時候要公佈我們的結果了 首先給我身邊的廚仁 他這個全文核酸 我要給他的分數是 OK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又覺得他不會 可能會爆 為什麼呢 首先我說 我一開始聽名字 我很開心 真的很有創意 便是全文核酸 沒用來做食物 但是呢 我又覺得 別人的店舖搞開內臟 就不輪到我們來搞內臟 真的 我就聞到他的公路 去過哪裏 即是他的肺激力 那些東西 所以呢 創意是OK的 名字都OK 但是整 就是OK 其實你這個也有寓意的 是這碟東西出來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全文核酸 大家就煮在一起 不是一鍋 但是我們又沒事 那就厲害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有些東西就不需要煮在一起 是 隔離到一些 是 所以就OK了 好 這個你改了名字了嗎 改了 改了名字了 本來是總有一個在左近 是 是 你本身是 那現在呢 剛剛就得到可靠的消息 是 以前有些人就說 澳門整個人掘路掘路 那下面有one piece 那我就打算改名字 澳門有one piece OK 那他下面其實真的有東西 所以大家才這麼沉迷 是 沒錯 那我要給評分 澳門有權志龍的 澳門有one piece 他的評分是 一定爆了 啊 拳之龍你終於得了 終於啊 那些什麼青瓜 不知道什麼香茅 梳打 那些什麼 你終於有一個 一定爆 因為 我覺得這個好就好在 首先看到已經泛起了大家兒童的心 然後呢 還是有得吃 有得玩 然後吃下去除了蟹肉差一點之外 其他東西都沒有問題 是 然後再加上黃虛 很重要 因為剛才你看到黃虛上面沒有蟹鉗 是 是 黃虛會很少出現一下 這個是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吃 還有也是很澳門的 真的可以說 完全代表澳門菜 就是如果我們馬虛之後有美食的攤位 你要反而要想的就是 怎樣將它變成小 小的 兩產化 就是你如果一個賣78 這輛車都賣了87 上一手的年輕人吃完 拿回來 拿回來 那個年輕人在選鏟 你看一會 這個就寫入我們馬虛的美食名冊裡面 耶 終於 加油啊 廚容 加油 你還未有一滴包 我上課 屯志龍 他說他比較穿外貌 我上課所有東西都不穿外貌 我上課所有東西都不穿外貌 我整體的全部都沒有外貌 你拍了這碟東西 你抹去這個顏色 然後再塗一些金色、白色 是不是上次那碟金豬伯伯 是不是上次那碟金豬伯伯 一樣沒有變 加油 不要哭 OK 加油 我們是女敗類戰的 你是女啊 反正你都能吃到 對 這次我們的澳門菜 澳門有One Piece 和這個全民阿孫 創意都很好 對 創意給大家拿滿份 還有些什麼 你覺得是澳門菜的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OK 一定敗食物四驗室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再見 再見 全身而退 喂 喂 一眼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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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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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不到 你要做全民書 你有沒有做全民書 我做了